录个视频说说吧 就刚刚发生在我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小事 在我看来是批打点事 但是对于这个网友来说 就是天大的事 他给我留言 是我们这个附近的宾州的曹王县的 和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很近 算是搭界吧 然后呢 我一听老乡嘛 我就更加的关切 他说了他的遭遇 说他在平安银行这边呢 一张信用卡 然后呢 当时的时候 保险公司的一个人 给他办了这么一张卡 后来呢 从五千一直长个都长到了一万五 后来呢 他也不知道咋着 这个不愣不愣呢 就半成分期了 同时因为他可能身体也有些不舒服吧 就把这个钱拿着去看病了 他自己是一个家庭主妇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收入 因为家里人都是属于老实巴交的农村人啊 然后对怎么使用信用卡 信用卡的一些这种规则 也是一窍不通的 本身家里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欠款 他老公知道他用信用卡呢 就非常的生气 为这事跟他打仗啊 后来呢 他就把他用的这个钱呢 还进去一部分 还进去一万五千多块钱吧 当时的时候啊 他还进去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入不了账 就这笔钱呢 总是显示未入账分期 包含手续费一共一万五千两百多块钱啊 还有一个啊 带还款用两百多块钱 他就不知道这个事怎么处理了 他也给这个平安银行的客服电话 打过电话 人家的客服人员就跟他说 未入账金额就是你还没有还进去的欠款金额 但是他这个卡的总额度的话 一共是一万五千块钱 他都已经还进去一万两千多块钱了 他就给他整蒙了哈 就为这事 他老公就认为他已经捅了多大娄子了哈 确实是因为他们当时的时候村里呢 也有四个他们认识的同乡啊 因为借贷啊 借了好像十五万买了车嘛 到最后没有还上 然后被这个催收的堵到家里 他们就在外边吓得不敢回家 好像是去到 好像是森林还是哪里啊 好像是喝了农药了哈 就因为这个事他老公啊 就觉得他这个老婆捅了娄子了 然后在这个过年之前的时候 他俩打了一次非常严重的这个架哈 还得需要我们当地的派出所都出警了 去给他调节的哈 当时好像打得比较厉害 好像还动刀了哈 就这么点事啊 结果他把他那个 就是信用卡的那个账单啊 从APP上查的那个账单啊 就他截个图发过来 我一看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哈 他的总欠款金额是15,560多块钱 然后呢他已经 未入场金额是15,200多块钱 还有一个贷还款金额是200多块钱 我一加这个数字呀 正好够他这个总欠款 15,500多块钱 那很显然呀 他是15的总额度 然后他分成了24期 这24期里边是包含着他这个分期手续费的 而且你像这个平安普贵 或者说平安信用卡呀 他如果是说提前结清的话 他是都有这样一个规则的 必须要把这个 就是提前结清的这个手续费 也一并结清 这就是银行那些八王条款哈 但是这个客户 他说的很明白啊 就是说他就想把他这个欠款金额 全部都还进去以后 直接消卡 他只是不明白 为什么这笔钱 会一直是显示未入账状态而已哈 其实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就是说银行的系统问题 这笔钱呢 一直没有办法给他入账 并不是说他没有把这个钱还上哈 是他已经还上了这个钱 在他的银行账户里边 没有办法入账啊 仅此而已啊 所以我就跟他说呀 我说你不用过于担心了哈 我说你这个事很简单呀 这两个金额一加 就是你的总欠款金额呀 我说你既然打客户电话 说不明白呢 你把这个卡拿到 哎 门店去啊 我说现在不是特殊时期吗 你要是方便的话哈 你就到这个 我们张店有一个平安银行 在哪里哪里 你就找他门店啊 他一查你的账户里边 是有一个一万五千多块钱 没有入账 他想办法给你入账 就解决了一个事了哈 他直接一听我在电话里边 跟他哎 这个反馈 他激动的不行 就连哭带喉的 就说姐姐我太谢谢你了 他这个事整了半年多 没整明白啊 所以说你看嘛 对一个信用卡 这个使用规则 有经验的和没有经验的 他确实就是一个认知差异哈 而我跟他这样简单介绍了以后呢 他立刻就恍然大悟了啊 也说曾经他村里边 就有一个老太太 自己帮他儿子买房子 然后好像是 三十多万的房贷吧 现在自己得了心脏病了 没有办法去帮他儿子 就还这个房贷了 就是相似的心都有了 当时的时候也是 他把我的视频 发给这个老太太 这个老太太 这个想清楚了 他没有寻短见 觉得自己呢 把我的视频 发给这个老太太 也是做了好事了 我其实说实话哈 我就是我知道 有很多的网友给我评论 或者给我私信 给我留言说 我可能有些视频 确实说开导了他们啊 帮助或者安抚了他们吧 但是就是像这样的一个 对这个信用卡的这些规则 一无所知的 然后呢 居然会产生 这么大的一个矛盾 就是因为我一句话 给他点醒了 我自己呢 觉得我是很有成就感的哈 所以我觉得哈 就大家呢 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 你们如果有缘分刷到我 不要焦虑哈 你们可以大刻以来 就是说咨询我 问我哈 我这个人呢 你们啊 经常关注的时间 比较长的也应该了解 我是属于那种 置物不严 言物不尽的人哈 能够帮你们 我肯定会竭尽所能 去帮你们哈 也希望大家遇到 这样的一些负债问题的话 不要过去过于焦虑和紧张 都有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案 好 我就现在先聊这些吧 就是因为这个网友呢 他的这个兴奋的 激动的这个情绪 也感染了我 就跟大家再露这么几句哈 好 就说这些 我们明天见